上一课时呢 我们虽然实现了这个三维球体 实现了投影坐标 我们看到了一个三维球 但是呢 里面还有很多问题 对吧 我们拾取的时候 这个拾取的坐标不对 然后呢 瓦片分裂的时候 感觉也是不对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针对这两个问题呢 进行排查 首先呢 我们还是在 上一节课的基础上 再复制一份 三 把它加到 解决方案当中 那我们先看拾取 我们看一下拾取代码 拾取代码 大家还有印象没有 是不是这里 这个是不是代码不对啊 我们之前是改过的 但是呢 我们 之前改过这个版本的没有更新 对吧 我们之前好像遇到问题了 然后就从 从这个我看从哪个版本开始的 从22开始的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 我们把这个代码呢 再拷贝过来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失误啊 还是从 看一下 拾取这 拾取 这 这个 这个把加载过来 这个 这个就比较快了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了 对不对 这就是 之前的课程代码 因为我们中间 遇到一些问题 没有从 之前实现的版本上去复制 所以呢 造成了这个问题 那这里呢 我们就不多解释了 直接把代码 拷贝过来 首先 拷贝这个 调用接口 是不是在这里 那就是这个函数 那这函数里面很简单 就这么两个 两句话 接下来呢 就是在 Turing这个类里面 就实现 Intersect的 这个方法 拷贝过来 在 这个里面 先跳到cpp里来 那我们先确认一下 这位置 是743 以前的话 我不把这个代码 现在的工程 现在经常会遇到问题 有啥问题呢 经常是改到其他的课室代码去了 然后呢 这个有些同学呢 拿到这个代码 哎就发现不对了 我们改完之后 先确认一下改的文件啊 743 这是728 743里面调用有了对不对 那在这个里面他又调用了 又调用了这个对不对 Taler 那我们到这个Taler里面来 加上啊 加上啊 加到我们的最新的代码上 那后续的话 那后续的话 我有时间我整理一下 把原来 落下的代码 我们再把它加上来 就免得再做重复的工作了 这样也浪费时间啊 啊 那么实现代码 实现代码掉了DM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那我这个呢 我先写在CPP里了啊 我先在同件里面 然后呢 我这里再跳到 跳到DM里面 这个实现呢 就是在同件里面实现的 对吧 哎 这个就 还好办了 直接拷贝过来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把 这个写在 编一下 发现问题了 发现问题了 这个呢 是 少了一个 函数 矩阵跟 坐标乘法的一个函数 之前我们应该是写反了 其实我们 这样写就有了 然后我们再到这来 烤贝一份就好了 那么还是从这里面烤贝吧 应该就是这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写在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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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平衡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时局准了 但是特别特别的卡 我一动一下都很卡 这个原因是啥呢 这个原因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我们看看 我猜应该是我们分裂那里 看这里代码 这个内存一直在涨 那就说明 我猜啊 可能我比你们有经验 因为啥呢 因为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所以都习以为常了 那可能一眼就知道 它问题出在哪里了 那就在这个 这里 内存一直在涨 非常卡 那多半就是 我们哪里会涨内存 是不是就在瓦片分裂的时候 才有NU跟Delete的这个动作呀 那一 那一定就是哪里出问题 一定是这里出问题了 我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ABB的计算 先保证我们ABB是正确的 大家看 这里面 这里面是不是错了 之前的代码中 我们计算ABB的时候是正确的 但是呢 那是基于二维的 或者基于2.5的 2.5的高度是从零开始的 对不对 或者计算一个高度的最小值跟最大值 但是我们有了球体坐标以后 那它是球 对不对 球的坐标 它可不是从零开始了 对不对 是球面坐标 非常大 所以呢 这里呢 要改 对不对 这里要改呢 我们就在这个里面 增加一个函数 或者是在这儿掉一下 重新计算ABB啊 计算一下 这个函数呢 就是计算ABB的函数 它输入的话是一个指针 那我们这里面怎么去给它呢 我们这里这样给 首先我们拿到DM的顶点数据 拿到顶点数据之后 我们看DM的顶点数据呢 它是这种类型 刚好它前三个就是X来Z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认为 它是这种 Floot3的一个指针 我们可以这样转一下 Floot三星P data 但实际上它不是这种指针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我为什么敢这样做呢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 给了以后我们看啊 我们拿到的是 第一个变量的手地值 这个肯定是正确的 就是第一个Floot3 因为它前面的三个元素 是不是就X来Z 是不是跟我们Floot3是一样的呀 所以这样做内存布局没有问题 第二一个有多少个啊 有多少个顶点 Volt count 那第三个很重要 就是点与点之间的大小 间距是多少 就是当我访问完第一个点以后 那么第二个点在什么位置上 那我们给的啥呢 给的是这个 给的这个呢 我们这个算法就成立了 因为我们首先拿到第一个顶点 第一个顶点数据 然后呢 如果我的计算第二个顶点是偏移过这么多字节 那是不是就偏移过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小 是不是就跟我们访问 这样数组是不是一个道理 好 拿到这个之后呢 它的返回值呢 就是个包围核 是个包围核 注意这个返回的是什么类型呢 给的数据是Floot3 那么这个数据呢 就是Floot3的 但我们的这个ABB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这种 double类型的 所以呢 这里要转一下 点 min 点 max 这样写 这个位置 更新的时候 这样写 没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在 构造的时候 也是需要这样做的啊 我们看构造的时候 我们怎么给的 构造这个是不是对的呀 这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啊 给构造我们拿到的是什么呢 其实也不对 也不对 应该说不准确 我们拿到的是 最小坐标跟最大坐标 最小经纬度跟最大经纬度 算的两个点 然后呢 再计算出这两个点 作为它的 最大值最小值 但这样实际肯定是错的 因为我们是球面坐标 对不对 所以这样做错的 那怎么办呢 这呢 我们就不计算了 这就不算了 这就不要了啊 我们看 这就不要了 不要以后 在哪里重新算呢 那肯定要在 这 是不是要重新算 这里面 把这拷费过来 我们直接这样写啊 辅乐的三 新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重新算了 算好之后 这个是不是就不要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 这个ABB拿到这里来 其实这样的话可能更好 那干脆我们放到这里吧 是不是放到这个里面会更好 对不对 当然我们放在这呢 也是一句话的事 然后呢 是哪里呢 是这里 准备这里 这里更新完之后 这也要掉 我们把这个函数就干掉了 暂时不要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给他返回一个ABB啊 那我们算的时候呢 就这样干 算 这个呢 他是个float 实际上他就这样了 名字改一下 然后呢 这里我们就可以 不要了 就可以这么写了 对不对 好 这个做完之后 我们把刚刚刚刚刚刚的这几个地方 再检查一遍 全掉用成员来说啊 再检查一遍 这里应该是我们在 构造的时候 那么这儿 这儿 对不对 这儿要改掉 这儿的话 直接掉 点 Calcue NAPB 这样 然后 我们搜这个吧 咦 我选错了 我选错了 不要了 从这到这是不是都不要了 是不是就用这么一句话就可以了 f3 这个没有问题在f3 这就不要了啊 这些注释掉的 那么建议大家呢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就是不要去 把没用的代码注释掉就放在那里 哎 想法很简单说下一次 万一这个代码用上呢对不对 想法是这样想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前面的代码 有两个问题 第一有可能是错的 第二他有可能影响你思路 你如果 是一年前写的代码 当我说的这夸张啊很有可能 一年前的代码的水平跟你现在的水平哪更高呢 那如果你看一年前写的代码 你觉得是对的 对吧 那一年后呢 一年后如果你看了之后你就拿来直接用了 但是如果你没看你就要思考 思考以后你会发现会有更好的办法 这个呢就强着我们去思考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一个 别人看到你注释掉的代码 没有删 他就以为是有用的 当然前提是他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会看 但是一旦他遇到问题他不想这个代码干啥 那你就是误导别人 所以尽量这种代码不要 不要留下 也保证咱们这个代码的一个整结 OK 好 那么这块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编一下 这块就保证我们计算的这个包围盒 怎么样呢 是不是准确的了 这个把包围盒计算准了 之前我们 是不是因为包围盒计算不准 造成的大家看那个非常卡 那个内存涨到一个G了 是不是 好 现在我们看是不是好很多了 但是我推进的时候还是发现了卡 还是卡 那这个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存啊 这都比以前好一些了 但是还是在猛涨 对吧 那问题还是在刚才就是这个分裂这里啊 我们找 那我猜他一直会走这 你看是不是一直走一直分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值跟这个值的比例一直小于三 啊 一直小于三 那说明我们这个计算 这个参数就有些问题 那么原因是啥呢 原因是我们包围盒发生变化了 对不对 那你这个算法呢 就应该也发生变化 我们看 原来是拿包围盒的宽度作为这个比例 但是呢 我们这个中心点原来就是地面 但是现在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算法要改 这个算法我们怎么改呢 我们这样改 我们先求出包围盒的 这个大小 也就这个size 对角线的长度啊 我们的曲奇0.5一半 然后呢 我们先改一下 这个大小呢 我们不给3 假设我们给1.5 看一看这个效果啊 好 我们拉近 没有分裂了 对不对 再拉是不是又分了 看下内存啊 我感觉还是卡 还是卡 还是在找 那么我们猜还是在这 我们看看这个值啊 这个值 首先我们看这个包围盒 看包围盒 包围盒这个信息呢 看着是 嗯 这个信息感觉怎么不大正常呢 你看是哪里写错了 再检查一下 报告是 这没错啊 嗯 那这样 退回一下 我们把这个大小 调成一点零 看一看啊 应该就这个比例错了 这比例过大 造成他一时间分裂 我们推进一下 我们推进一下 推进 推进 他都不进了是吧 这个不进肯定是有问题的 是不是 我们看这个内存应该很小 对吧 这个是正常的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进这里了 没有进 你说就这个值 进不来了 给1.2看看 这样我们看这个值啊 size 0.5 中心点 相机 终于进来了 那这个是还是太小了 还是给1.4看看 这只我们在推进的时候应该这种情况他应该就加载起来才是对的 这个才来才来说明这个值还是给小了 大家看 看到这个现象没有 这个现象是什么呢 这个现象是什么是不是就抖动了开始啊 对不对 这个时候他可能一直进了一直进这了 也进这了那么这里面肯定是哪里有bug哪里我算错了啊 我们再看一看啊 再仔细看一看 要么是某个地方少算了 要么是算错了啊 这个地方我们看看更新掉update app 啊 嗯 想一想 嗯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是哪里出问题的呢 再再再再再再回来再看一眼啊 f3 这个地方是在更新高度以后 啊 在在这个地方有问题啊 这个地方有问题 就是当我们更新高度之后应该是先干这么个事 然后在这个啊 这个值填的是false这这个是有问题的 这一个 然后还有什么呢 面点uv这没有问题了 再看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这里面应该是对的 哦 然后构造的时候我们再看一眼啊 构造的时候是在 这个构造是没有问题的 再来一下 走走 走走 走 来了 现在呢好很多了对不对 但是呢 虽然好很多但是都不分裂了对吧 这个好像还是有问题啊 好像还是有问题 但这个课是有点长了 那这样我们 哎稍等一下 这样我们看到进来没有这再分啊 进来之后被裁掉 没有被裁就分 我们看下这个值 这个距离 这个值多少 1.37 1.37 我们这节课呢 先到这这个问题我觉得 嗯我要仔细排查一下 感觉应该是我哪里又写错了 但是我目前 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去定位到这个问题 那大家也可能要跟我一样的去排查 所以呢我这里先不浪费大家时间啊 先就停了